4月25日下午,静东工作室就此某网友发布的不实信息发表声明 此前,该网友发布名为《停工痛彻心扉》 静东25年辛勤努力功亏一篑的文章 内容设计某女演员与静东拍片过程中开放等诸多言论 声明澄清上述信息不实 并要求各大媒体停止转载发布不实信息 减少对静东隐身的影响 此前,网报静东与某演员在拍电影时互声倾诉传绯闻并开过房 还称女方停工痛苦 也顺便影响了二人搭档的电视剧的收视率 以及静东的个人形象 静东工作室的这则声明也立正信息构成诽谤 将启动诉讼程序依法维权 网友们纷纷表示,网络暴力太可怕 静东这么好的演员不为这个锅